吉安厢公所和卫生所携手合作 推动无烟职场计划 而日前清洁队长樊一鸣 也率领全队的队员 签署了健康公约 而乡庄邮淑珍为了鼓励队员们 戒除烟饮聚抽二手烟 更是加码奖励金 只要是成功戒烟 每一个人就发送2000元的奖金 希望能够有效提高戒烟的成功率 经过调查统计 在每个清洁队中 几乎都会有超过4成7以上的队员 有吸烟习惯 为了打造无烟职场环境 吉安厢公所也在县政府的支持下 与卫生所携手合作 推动无烟职场计划 鼓励队员们互相关怀 让戒烟不在世单打独斗 未来我们就是陪伴 不要抽烟哦 你过去戒烟了几天 我们用这样的互相鼓励的方式 来完成戒烟 第一个任务五个月后 我们要看看绩效 未来的三年 我们不会停止来做这一项的一个宣誓跟推展 希望大家一起互相鼓励 互相陪伴 我们向燕萍所弄 一起在职场上面 带来清静的家园 最好的一个上班的空间就在戒烟香 队员们在乡长游淑珍及卫生局主任莫娜瓦丹的见证下 由清洁队长范一铭 率领队员们一一签下健康公约 而游淑珍也加码奖励金 只要成功戒烟者就能获得2000元 希望鼓励队员们有效提高戒烟的成功率 记者徐立琴今天相报道